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都举了一本郭论 这个让我是很感动 然后有这个观众还在台下聊天还喊 说这个老说你没上过学 你怎么知道这么些了呢 我说嗨 这其实也就是济问之学 不是郭德纲要多了不起 因为我可能也没有别的爱好 也不抽烟 也不喝酒 也不烫头 我招你惹你了我 闲着没事呢就好砍个书 这个就是一个普通的小人物吧 难得各位这么捧 怎么鼓励 这么支持 我还得努力 就是一个说相声的 作义的小人物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 人家竟出大人物了 帝王将相啊 豪杰英雄啊 才子佳人啊 叱咤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 绽放光彩 当然了 也有一些个小人物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 用他不经意的行为 改变了这个中国历史的方向 所以说很多事情也很难说 比如说咱们说这个 荆轲刺秦 图穷彼贱 刺杀这个秦王嬴政 这个关键时刻 秦王身边 有一个大夫吧 咱们叫士医啊 咱们现在说保健医生 救了秦王了 他手里有一个药囊 就是药包 拿下来砍这个荆轲 是刺秦的这个行动 突然间暂停了一下 就因为这一线 秦王 把他这个 很长的这个保健拔出来了 把这荆轲这孙制服了 一个小小的大夫 救下了大王 那在这之后 几年间平定六国 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封建王朝 开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 所以说这个你说 好多事很难说 甚至包括 你看霸王项羽 改下兵外 迷路了 像路边老农 问道怎么走 老农一直 你往这边去 这边是哪儿 乌江 霸王到这儿 都没辙了 让汉兵追上来 追而为之 最后没办法 自稳在乌江 如果指路那老大爷 指一其他的方向 项羽会不会 绝处风筝呢 历史呢 可能也就因此改写 所以天下事都很难说 咱们这普通老百姓呢 这大事咱们也参与不了 也闹不明白 咱就说点咱过日子事 说点明白的事 前些日子还说了 这天都凉了 得注意点身体啊 秋凉嘛 你看到现在 何止是天凉了 这该烧暖了 这个烧暖 烧字呢 火子旁 暖字呢 日子旁 我们要想 驱寒驱暖 这就是 一是靠太阳 这是靠天吃饭 一个就是靠火 人工 烧火驱暖 这就是老祖宗 进化过程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程序 既然天凉了呢 咱们就说说 古人在冬天 是怎么烧火取暖的 咱们先来看 这个火这个字啊 象形字 它就是一个火焰 在这个清宫里边 乾隆嘛 故事编的最多 它的名字呢 叫玄夜 火子旁 中华的华 是火光 很盛的这个样子 还有一个火字旁的呢 是羊 你看这个隋阳帝 隋阳帝是个嗜好 唐高祖李渊给他起的 这属于是恶氏 恶氏就是不是恶氏里 就是人死了之后嘛 这就是帝王嘛 他都有一个嗜好 一般都是赞美一下 选最好的词 但唐高祖李渊呢 给隋阳帝起的这个 不好听 这属于是恶氏 羊字呢 这个本意是指着 在这个造钱烤火 是这么个意思 在韩非子里边 有一个故事 为灵公很宠幸一个人 叫弥子侠 有一天呢 有这么一个 这个侏儒吧 去见灵公 说我这个梦啊 应验了 因为我梦见了 炉灶 看见您了 灵公一听就急了 说这什么话 我听人说过了 要梦见了君王 人主 梦见太阳 怎么你梦见 我就梦见个炉子 难道说你觉得 我是个考川的吗 诸如说 太阳可以照顾天下万物 而不是只属于一个人 所以呢 要见人君 就会梦见太阳 这个炉灶呢 是只要一个人烤火 其他的人就都看不见 现在呢 这有一个独享国君的恩泽 那么我只梦见炉灶 这是不是挺有道理啊 魏灵公说 这个有道理 有道理 所以后来用这个扬灶 他是比喻 奸臣当道 蒙蔽国君 咱们抛开这个词的反面意思 咱不说 咱说炉灶吧 炉灶挺暖和 尤其冬天 乾隆皇帝写诗写什么 人苦冬日短 我爱冬夜长 这个呢 就跟咱们这个 那个白居易 那个麦炭翁结合起来 你就明白了 说苦不苦 爱不爱 取决于冬天 你瘦不瘦冷 有没有火烤 过去没有什么 全球暖冬现象 冷起来那是真冷 在北方冬天 一出门 风刮的脸生疼 我印象很深 我小的时候上小学 印象很深 中午一放学 一大帮小孩 我们往外跑 那真是风刮的孩子 都站不住 地上都冻链了 就这么冷 而且这南方啊 南方是阴冷 你都没觉得 说有多凉 你那手脚都起了冻疮 南方他这个 到了冬天的时候 他就是不如到东北 东北你说冰天雪地 零下三十度几十度 他屋里边暖和 一进门 那真是热的不行了 南方他也没有取暖设备 到了冬天就忍着呗 救护救护就开车了 所以那屋里边啊 冷的都不行 阴冷阴冷的 所以呢 在家里边 他有个炉子 出门呢 也得有个炉子 冬日必备凉炉啊 那么咱们先说这个熏龙 熏龙 这个东西体型就偏大了 还挺重 大的得有几百斤 高一米多 由这个碳盆跟这个龙 两部分组成 这制作工艺 这制作工艺就不一样了 有的是青铜 溜金 有的是掐丝法郎 反正看你是皇家用啊 还是老百姓用 最早的这个炭盆啊 是拿青铜做的 在这个湖北博物馆 有一家战国时候的 青铜炭盆 搭配好多东西 包括什么漏铲啊 什么取炭的 这都有 还有一个铜炉子 底下有一洞 这是漏灰的 上面呢 再放一个铜盘子 可以这个煎烤食物 你看这个电视剧 狼牙网 有一梅长苏 就特别不金寒嘛 老为这个炭炉子 上面支个价 煮茶 不能浪费这点热量 这是大炉子 还有呢 就是小炉子 冬天呢 屋里边阴冷 古代读书人的手啊 冻僵了 就没法写字 怎么办呢 就把这红炭呢 放在手炉里头 冷的时候呢 用手捂着 好的这个手炉啊 还是有几个要求 一是里边 放了红炭 外面摸着是热的呀 不烫手 倒热呀 控制的好 还有一个呢 就是盖炉子 这个盖啊 得颜色合缝 得非常的紧 你不能是一不小心 这两个就分家了 不行 最好的手炉呢 它都是这个铜炉 最好的铜炉 那就是宣德炉了 咱们今天看到的铜啊 很多是这个黄铜 可是古代那会儿呢 大多数呢 是青铜 青铜里边呢 杂质就比较多一些了 锡啊 铅呢 什么都有 黄铜漂亮 是因为把杂质去掉了 只要想 说去掉杂质 就得多炉几层 多炉呢 分量是越炉越少了 所以这个黄铜在过去 都是供给达官显幻 皇宫里用的 明朝有一个宣德皇帝 他觉得这个黄铜炉个七八层啊 不过瘾 好上加好 所以这个层数一直夹到了十几层 那就漂亮了 除了好看呢 龙颜大席 来吧 多坐这儿吧 做了一批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宣德鲁 当然了 宣德鲁现在真的也没见过几个 仿造的很多 您想啊 就明朝当时就有很多仿造的 在后来清朝民国都有仿造的 我印象很深 就八十年代 我那会儿还唱戏的时候 后台有这么一位挺有钱的这个老大妈 就让人骗了啊 来一桌 说人家这么有钱 好家伙 我们有一个宣德鲁 当年我们也不懂啊 就听人说呗 宣德鲁拿出来了 样式就跟现在咱们见的都差不多 肯定是仿造的 说这太棒了 这个别人呢 拿着没有意义 一定得您收藏 老太太不懂多少钱 好 这个好 这得五百 五百五千 买宣德鲁 挺好 这一说也好几十年的事了 说到了这个黄筒啊 它还有一种是红筒 民间常说 说金盆洗手 好多人以为呢 说是这个黄金做的这个盆 其实上啊 古代说的金 它是分三种 黄金 白金 赤金 黄金不用说了 大家都知道啊 你打那个戒指戴那个镯子 黄金 白金指的是银子 赤金指的是红铜 红铜做成的这个盆 叫金盆 金盆洗手 就是陆林道吗 不经过这个小故事吗 想马土匪 干了好多年了 后来说我不干了 我准备金盆洗手 就把这土匪们都约了 同大伙说说 你看我打劲去退休了 或者我不干了 拿个金盆来怎么洗手 还得念什么诗 有一大堆要说到的 那就是用的这种红铜做的盆 金盆 这个小火炉啊 还有一种 是专门用来暖背过的 这个炉子里边啊 它放一个陀螺 这样呢 在火炉中间再放上炭火呢 就永远不会洒出来 外国人呢 把这个技术 用来制作了陀螺仪 应用在航海上 测定速度和方向 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角炉 有铜的呀 还有瓦的 它比这个手炉大了很多 炉头大 稍微扁一点 炉火得很旺 人呢就把脚啊 搭在上面取暖 除了在家里边 闲坐的时候用呢 有时候呢 也放在出门的轿子里边 还有的时候呢 就小孩们 到了学堂去念书的时候呢 也用 你看这个 红楼梦第九回写着 说宝玉到学堂读书 席人安顿的时候 不就说嘛 说角炉守炉的炭 也浇出去了 你渴着他们天 现在这些东西是 用不上 现在住楼房取暖 取暖用的是地暖的 要说起来地暖 这个发明应该追溯到 1907年 一位英国的传教士 申请了地暖的专利 据说呀 就这位曾经到东北传教 这个提到东北 很多人一下就想到了 冰天雪地 树上有人物松 窗户上有冰花 说三亩地一头牛 老婆孩子热炕头嘛 东北的热炕啊 也叫大通铺 上面可以睡 很多的人 最早出现 是在战国的时候 到辽津的时候呢 这个女真人呢 就把她发展的 跟现在差不多了 不过那会儿 最早是用 土坯 垒起来的 现在是用砖垒的 烧的是煤 柴 还有牛粪也有 金朝的时候呢 首领跟驻将啊 大伙一块吃饭的时候呢 炕上用一个矮台子 或者拿木盘相接 就没有咱们那种 你想象中电影电视剧 那个森严的 那个等级感没有 这个火炕 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取暖 烧饭的锅连着炕 只要烧水做饭 炕就是热的 一热就是大半夜 你吐炕嘛 散热慢 热乎乎的炕上 人们吃个小桌子 团在一块吃饭 小朋友写作业 小桌子一撤 铺上背包呢 就能睡觉 也是这个女人 坐月子的首选 东北人只要是家里来 客人就习惯来呀 上炕啊 赶紧上炕 哎 你看你一来 你就能到人家 睡觉的地方待着 这就显得很亲近 很豪爽 北方话就是 不见外 东北的热炕 挪到了紫禁城皇宫 就成了皇家的暖阁 慈禧太后身边的宫女回忆 说暖阁的这个宫殿呢 建筑啊 都是悬空的 这个宫殿的墙壁 它要砌成空心的夹墙 下边挖空了 像地下室 也叫火道 冬天呢 就拿铁制的那个 轱辘车 把烧好的炭 运来了 倒在这火道里边 炭火在地洞里边烧 热量呢 就沿着火道 传到地面 就这屋里边人 就感觉着 就像在暖炕上一样 就这么舒服 这就形成了 这叫暖阁 康熙同志光绪结婚的东房 昆宁宫东暖阁 跟绝大多数的宫殿 现在还保留着这种设施 这个地炕的这个用炭量 是非常惊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国家卫生部 用纯秦王府的正殿部分呢 办公 冬天就想了 打算用它这个地炕裁暖 烧了几天就不烧了 用量太大 据说古代的妇人家里边呢 有一种暖室 盖房子时候呢 就是用铜当那个顶梁柱 铜柱的中间呢 是空的 冬天呢 就把烧红的炭 倒在铜柱里边 铜柱子一受热呢 屋里就暖和了 这个暖室用到宫殿 名叫温室殿 汉代的时候呢 这是给皇上冬天住的 这种殿呢 用花椒跟这个泥 涂满了墙上 古代人相信呢 说花椒的香气可以辟邪 还能驱虫乙 本草纲目也提了 说花椒是纯羊之物 保暖是最合适的 后来这个 窦皇后 李夫人 赵飞燕 殷丽华 都住过这种宫殿 就成了代表 多子多福的交房 不过古代呢 不管是穷人 富人 皇上家 反正家里的窗户 都纸糊的 到康熙年间 玻璃传到中国 代替了窗户纸 美观呢 透光性又强 还不漏风 这才更暖和 其实这个玻璃 这玩儿挺可惜 本来中国自古 有稍流利的技术 但是没怎么好好发展 因为中国人的审美啊 不太喜欢那种 太透明的东西 喜欢含蓄 或者晶莹剔透 所以您看玉啊 陶瓷 成为主要的这个 技术发展 西方人呢 他这个用玻璃 做显微镜 望远镜 反正科技改变了生活呗 在古代啊 所有的渠暖里边 都离不开碳 中国是这个 理智国家 所以这么重要的碳呢 也得分个 三六九等 皇太后啊 皇后啊 皇贵妃啊 贵妃啊 费妃啊 贫嫔嫩啊 用什么红螺碳啊 黑碳 反正是身份不一样 碳的质量不一样 而且呢 这个分量也不一样 你看最低的那个答应 一个冬天 再给十斤黑碳 所以说过去来讲 还是身份说了算 黑碳呢 它是由于制作数种的不一样 它也分为价格昂贵的 茶道碳 支碳 竹碳 起碳廉价的 什么这些东西 这缺点是不耐烧 烧的时候还冒烟 有一最尊贵的碳 就是白碳 白碳烧的时间长 缺点呢 容易受潮 而且建火星子 所以这个 就是有问题 而且最大的缺点 太贵 比黑碳呢 贵了三倍 除了碳呢 还烧煤 碳是人工燃烧木柴出来的 本性还是木头 煤是大自然出来的 本性是石头 但是煤的使用量 好像不像碳那么普及啊 中国人呢 喜欢木之火 不喜欢石之火 甚至认为呢 火石取火呢 会影响寿命 所以做饭 取暖 用碳多 冶炼呢 用煤多 而且这个不同的饭菜 要配不同的木头烧 桑柴火 煮老鸭肉 肉烂还解毒 麦四火呢 煮饭 消渴 润喉 立小水 这个芦苇竹子 烧火呢 用来煎药 反正自从美国人 富兰克林出殿之后呢 人类就发明了殿了 在那儿起 殿就用到取暖上了 清朝宣统皇帝 在龙玉太后居住的 延喜宫 就是最近这个 电视剧的延喜宫 安装了一个电暖炉 但是电力不够 热力不够 反正试了好多次 才算正式使用 但是花费巨大 购买设备 花了白银九千两 每个月电费 白银一千六百八十两 但不管怎么说 也是向着现代化 迈进了一大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